六四三十五周年前夕 六四事件的话题在中国大陆依然是禁忌 曾经是纪念六四事件自由灯塔的香港 在2019年大规模反修例抗议事件之后 大规模的六四燭光晚会已经消失 就行同的好友六四舞台创办人列明慧 将没办法再在香港上演的六四舞台剧 5月35日移私英国 在伦敦首演六场英文版 周静君报道 在上个月一个星期六的下午 国际特赦组织位于英国伦敦的办公室里面 有一群人正在排练舞台剧 他们缓慢地向房间移动 抵抗着一道无形的力量 这个场景描绘1989年6月4日 北京天安门广场的镇压事件 当时部队向争取民主的示威者开火 造成几千人死亡 李春舞台剧名为5月35日 由英国国际特赦组织 和总部位于英国的香港剧团 六四舞台支持 上个星期开始在伦敦上演 以纪念镇压事件35周年 他讲述了一对连外夫妇 希望能够悼念在1989年天安门的屠杀中 上面丧生了儿子的故事 导演Kim Pierce 负责镇压场景的排练 他表示参与这个项目 令他对六四事件有更深的联系 我认为这个计划 我认为这个计划 有深深深的关系 与故事和记忆 从4月4月4日 它真的 Ming-Wai wants 这个 international version 的演唱会 去发生成活动 她想更多人 去经历这些故事 而与他们与他们深深的情感 因为这是唯一的方法 那一世上的 或是一世上的父母 而那世上的父母 就变老了 直到他们的生命 我们必须找到 这种感受和爱的记忆 到下一世上的世上 著名的天安门事件学者何曉青 在看了上星期的演出之后 表现出深刻的情感反应 并且在其中一场演出之后 参与了演后分享会 I have thought that nothing could make me reacted the way that I reacted emotionally physically, psychologically I couldn't sleep the whole night I thought I was relieving every single detail of that trauma I don't know where you are I can't talk with them I can't talk with anyone I can't talk with someone I can't talk with anyone inker藏 Tracy, faisons 六四事件发生的时候 他年仅17岁 如今在35周年纪念期间 他穿梭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之间 举行一系列的讲座 香港曾经是自由纪念六四的地方 长达30年 维园的触光晚会 更是全球最大规模的悼念活动 但在2019年反修礼抗议活动之后 如今六四不单单在中国大陆 甚至在香港都是禁忌 而在港区国安法通过当日 宣布解散的香港众志 前副主席兼参与 5月35日担当合唱演员的 郑家朗就表示 参与这一套剧 是个人行为 亦都是政治行为 我认为我们必须要提醒大家 虽然第四四大陆大陆 已经35岁 但它永远未来到一个结果 这并不是一段时间 这只是一段时间 有很多事情继续发生 包括我们的减制 母亲 自由战争 和人民支持民主党 20个话机者周成军报导